1987年中国绝密导弹战略基地迎来了一位神秘的顾客 而一年之后美国就传来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 中国与中东国家沙特阿拉伯达成导弹交易 那么这个交易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呢 众所周知 二战结束后紧随而来的就是滋设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格局 沙特阿拉伯王国虽然自建国起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但他们仍然希望与主张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即使在上世纪50年代 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操控联合国通过决议案 将新中国贬为侵略者 诬陷新中国是一个好战的侵略之国 蒙蔽了许多不了解事实的国家 但沙特王国的代表在1955年的万龙会议当中 依然主动与中国代表团接触 对中国使团表达了善意 以及希望日后能与中国多多接触 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原因正是知名世界局势脚屎棍美国 二战以后 美国就替代了日不落帝国的脚屎棍地位 满世界挖坑买下各种隐患 沙特阿拉伯王国虽然有意与中国建交 无奈当时美国正控制着沙特的经济命脉石油产业 早在1933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 就与沙特政府签订了石油租让开采协议 加州标准石油公司顺势在特拉华州成立了子公司 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 专门负责沙特石油的开采业务 后来美国德克萨斯石油公司 信泽系标准石油公司 纽约标准石油公司 相继加入 就这样 德士古埃克森雪佛龙美孚 这些如今的石油巨头 纷纷加入沙特阿拉伯石油开采当中 他们与阿美石油公司组成了联合财团 控制沙特的石油产业 于是沙特为形势所迫 跟随美国的国际外交政策 与台湾建立邦交 并且在表面上露出对台湾使团的尊敬 但1965年爆发的一场战争 让沙特不得不重新思考 自己向美国一边倒 以求明哲保身的政策是否正确 当时沙特阿拉伯的战略盟友巴基斯坦 遭到印度的侵略战事告急 1965年9月6日 印度投入全国近八成的军队 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印度此战役在吞下克什米尔地区 也就是著名的德里雨伞行动 由于印军来势汹汹 巴军节节败退 军事重镇拉赫尔即将失守 值得一提的是 巴基斯坦当时不仅是沙特的战略盟友 更是美国的军事同盟 而美国却站在了印度旁边 虽然采取了同时对印巴禁运武器的政策袖手旁观 但巴基斯坦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溃败之势已成定局 沙特无力在军事上支援巴基斯坦 只能召见美国大使质问他们 为何违背军事同盟协定 但没有任何效果 而美国此举无疑让沙特高层越来越怀疑 完全倒向美国政策正确性 中国人民历来是冲在反侵略第一线的 中国政府曾向巴基斯坦表明 若我们的朋友被敌人侵略殆尽 那我们最终也无法生存下去 至此生死存亡之际 毛主席一声令下 中国派出59式坦克支援巴基斯坦 同时对印度政府发出了严厉的最后通牒 限时三日之内拆除跨越中西边境的所有军事攻势 立即停止在中印和中西边境的一切侵略活动 并且保证今后不再袭扰中国边境 否则印度政府将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打得印度和西方世界一个措手不及 但迫于中国的强大 印度不得不终止侵占重镇拉赫尔的计划 巴基斯坦终于转危为安 这也让当时的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难以置信 他当即命人联系了沙特驻印度大使 确认消息是否无误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随后沙特国王当机立断 决定即使要面临万般阻碍 也要与新中国接触 在他的主持下沙特官员 商人与中国大陆方面接触的禁令 首先被放宽 同时费萨尔国王又指示政府 今后官方在文件中 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称呼 放弃使用非正式的中共或斥责中国 而中国人在外交上 向来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愿意与中国交朋友的 我们都还以真心相待 比如1975年的时候 沙特王子侯赛因 曾经以约旦商人的身份 来到中国参加广交会 受到了中方的热情接待 这也成为了中沙两国外交关系 逐渐改善的一部分 1987沙特阿拉伯 与中国达成导弹交易 他们用35亿美元买下东风三 而国王此时 还想用120亿美元买核弹头 那么最后我们卖给他们了吗 上世纪80年代 中东地区进一步动荡 爆发了许多战争 1981年 以色列空袭伊拉克 摧毁了伊的核反应堆 而这次空袭当中 以空军非法借道 公然闯入沙特领空 使得沙特对中东局势感到不安 紧接着两伊战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两伊打的脑子里 只剩下怎么杀死对方 各种战术导弹 直接往对方家里头 导致周边国家兽 吃鱼之殃 沙特多少也受到了波及 1984年2月 伊朗开始攻击 经过波斯湾的所有邮轮 沙特多艘邮 因此遭殃 同年6月 伊朗为了给沙特更大的军事压力 派出了一架F4战斗机 悍然越过法赫德县 进而导致两国几十架战斗机 在附近集结 差点爆发战争 这让沙特王宫的空气中 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国王法赫德深知 国家如果没有足以威慑 伊朗的军事大杀器 那么国家将会陷入更大的危机当中 导弹自然最符合沙特王室的要求 毕竟先进的导弹 在不发射的时候 就具备足够的战略威慑力 而在发射之后 又几乎是不可能被拦截的 大杀伤性武器 但沙特又不具备研发先进导弹的能力 只得向他国购买 1985年 法赫德国王只是驻美大使 向美方提出购买长矛导弹的需求 不过沙特此举意在试探美国 因为长矛导弹的射程还不到200千米 战略威慑力是不够充分的 沙特得到的结果 也正如他们预想的那般 被美国否决了 向沙特出售长矛导弹 可能会威胁到美国一手扶持 借以掌控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国家以色列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美国政府里里外外 都在犹太人集团的控制之下 更不可能同意沙特的军事订货 当美国人拒绝出售导弹的消息 传回沙特王室的时候 多多少少还是令他们感到沮丧的 别的不说 购买导弹的事物因此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个时候 当时担任沙特防空军司令的苏尔坦亲王 向法赫德国王提出了一个建议 可以尝试与中国接触 法赫德国王感觉此事有戏 则称苏尔坦亲王 全权负责项目代号为有损 于是苏尔坦亲王就向中国政府 明确地表达了购买导弹武器的意向 在双方此前并无外交冲突 且互有好感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也积极与沙特代表展开了项谈判 1986年底中国派代表前往沙特 中沙双方在某个军事基地之中 进行了各事项的具体谈判 为时一周 双方很快在各种细节上达成了一致 比如武器交易型号购买价格 以及后续的使用培训等等 完成了有损项目的提纲 沙特国王法赫德 在得知东风三弹道导弹的威力之后 向中方表明了希望尽快购买的意向 东风三导弹 是一种机动单级液体燃料推进的弹道导弹 是我国以菲律宾为假定打击对象研发而出 最大射程超过了2650千米 可运送100至300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 也可搭配2150千克的常规弹头 当然东风三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那就是命中误差相对来说较大 但即便如此 沙特一旦列装了东风三 军事威慑力将会直线跃升 往近了看 东风三的打击范围能覆盖伊朗 伊拉克以色列全境 往远了看 甚至能打到印度苏联的一部分地区 并且东风三有飞行时间短的优势 敌军根本来不及预警黄论拦截 1987年沙特带着大量的现金 前来购买我国东风导弹 看到我国同意以35亿美元价格 卖给他们东风三 竟然还想提价数倍购买我国核弹头 那么我国最终同意了吗 1987年2月 沙特王室派遣代表团来到中国 为了不让美国以及沙特的对手怀疑 他们先是飞到了马来西亚 再飞到了中国内地 这是沙特使团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 代表团乘坐的专机机长是美国人 沙特为了掩人耳目放出口风 声称此次前往中国 只是购买一些常规性的轻武器 中沙双方经过了几轮谈判 沙特代表团态度诚恳 向中方表达了足够的诚意 沙特代表顺势向中国提出了 购买核弹头的需求 而中国也对沙特提出 同意提供东风-3导弹的限制条件 不转让不首先使用导弹 同时要完全用于防御目的 对于东风-3这种大威力武器 中国提出的要求完全合理 也得到了沙方的承诺 但在核弹方面 中国向来倡议和平 出售核武器 无异于向世界证实了美国在联合国 将中国诬陷为侵略者 并且沙特即使不用以进攻 但拥合的他绝对会成为 周边敌国的眼中钉肉中刺 更不利于保证沙特的国土安全 因此中国拒绝了沙特购买 核弹头的请求 后来中国政府出于礼节 还带他们参观了 东风-3导弹基地 在那里沙特使团亲眼见到了 东风-3从推入到发射的全过程 沙特使团也是第一批 亲眼见证了东风-3弹道导弹 及其发射过程的外国人 1987年下半年 沙特正式向中国购买 东风-3弹道导弹 作为提前商定好的义务 中国要承担导弹规划基建部署 以及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 于是中国向沙特派出了军事专家 经过一番研究 专门将导弹部署在 以色列F-15战斗机 以及伊朗F-4战斗机 作战半径之外的 一座沙漠边缘城市 苏莱伊勒 苏莱伊勒距离沙特首都利亚德 560千米左右 沙特政府迅速播发款项 建立国家反击壁垒 不仅修建了东风导弹的相关设施 为了便利 还特地修建了高速公路 苏莱伊勒因此得到了经济发展 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繁华都市 1988年 中沙导弹贸易的消息 首次被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美国一度召回驻沙大使 向沙特施压 但沙特不再选择屈服 反而开始与中国大陆加深往来 其实沙特为了摆脱美国的经济控制 早就在布局收回石油产业的计划 也正是在1988年 枪杆子硬起来的沙特 正式将阿美石油公司国有化 1990年7月21日 沙特阿拉伯王国 正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大使级别的外交关系 双方互助大使 展开了各领域的友好合作 而就在一个月以后 伊拉克大举进犯科威特 一天之内攻占了科威特全境 十万大军紧逼沙特东部 沙特军方第一时间 启动苏莱伊勒导弹基地的战备程序 是东风三导弹 使得伊拉克不敢对沙特发动进攻 后来美国发动了沙漠盾牌行动 伊拉克才被迫撤军